安全的條件是不能打折扣的 将接手营运机场捷运的陶杰公司 在今年初提出 机场捷运有4522项缺失 马政武提出减价验收 降标换取通车 也遭到拒绝 不到半年的时间 新政武上台后 4522件缺失 只剩下25件 集结监理调查委员会 桌六宣布 系统安全稳定性 已经达到96.7%到99.7% 来看看隔了5个月之后 郑文燦怎么说 机场捷运 安全运作 并没有重大的问题 不过外界还是质疑 郑文燦态度大转变 让机场捷运通车 我态度不只是没改变 最高的安全标准来通车 对到郑文燦先前的态度 利于合约或更改合约来验收 都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淘杰原先要求 台北道机场直达需35分钟到达 换了正午后 改同一方宽为 36.5分钟到达 班级原本要求 6分钟内各发一班直达和普通车 也方宽为12分钟 原本陶杰认为 轨道电片破裂超过1万片 会影响行车安全 如今也变成 电片不是属于结构元件 并无安全顾虑 或需要求材质改善和更换 基于公共利益 都不会是说 一开始就用最高的标准 来当成是初期的营运标准 交往部前部长佑荒石 哲虹车表示 当时的阻挠 只是想让蔡英文剪彩 不仍是马英九 交往部目前规划 机场捷运将先通车 再一合月验收 最快渴望12月通车 生活中心 黑暴露 2 2 4